其實也有答案 所以之後的答案在上面都有 151這邊打開 那你看到往下捲動在四頁的地方 這邊其實有我剛剛打的東西 在哪裡 在這裡 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模一樣 我是當然不希望你們就是直接複製 Ctrl-C有沒有 你如果直接把它Ctrl-V到哪裡 Ctrl-V到這裡貼上的話 其實你程式就寫好了 只是說呢我不建議說 因為這個程式主要是給各位 將來如果說你打錯了可以比對看看 看自己哪裡有發生錯誤 OK 那接下來的話特別注意 我們做完了這個部分之後的話 那如何執行 執行的方法也很簡單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VBA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把它移到旁邊 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呢 郵標移動到這個SUB裡面的其中一個位置 按上面執行 它就執行 這個是清楚 OK好 那可是做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已經夠快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我輸出的結果 不要是丟公式 因為如果你輸出公式 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呢你將來 你會放在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會非常大 雖然裡面是空的 但你會看到是空的 但裡面其實是放一大串的公式 那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那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你將來存檔的話 而不是輸出一個公式 把這個改掉 刮鬍字串 OK 範圍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輸出什麼 輸出的話就不是公式 就是看你乾脆直接 把這個輸出的部分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空字串算 這個先把它改 其實就清楚了 OK 但問題呢 我們如果說呢 要把它寫成 另外一種的敘述方法 那就必須怎麼樣 其實有點像是 把Excel裡面的那個什麼 公式 Find 它是用Find的函數 可是問題喔 特別注意喔 Excel裡面的函數 跟VBA用的函數 是不一樣的 兩邊沒有相通喔 有各自不同的函數 所以喔 如果說我今天 要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你可能要想想 如果在Excel裡面叫Find 可是如果在VBA裡面呢 要用哪一個函數喔 這個可能要稍微知道喔 那首先的話呢 我跟各位講 其實在VBA裡面有一個 那當然第一個問題喔 如果我想知道VBA裡面 到底有多少函數 你可以打一個VBA 開頭 電 有沒有發現喔 它會列出一個清單 那其中的話喔 有一個函數叫 Instit INSTR 這個函數的話喔 其實呢 在那個VBA裡面 就等同於 在Excel裡面的Find 欸 尋找 那有哪些不一樣喔 特別注意喔 Find是先給錢刮弧 再跟他講去哪邊找 那E3剛好顛倒 先去哪邊找 再找什麼資源 好 這個地方不同 所以你顛倒一下就可以 好 其他的話呢 我們來看 首先怎麼用 錢刮弧 他會問你說 欸 那你要去哪邊找喔 欸 去哪邊呢 那我們大概就找 A欄 所以你會跟他講說 你去幫我在A Sales 這個儲存格的 第幾個 第I列 那當然從2啦 所以先找趙大棚 好 豆點 錢刮弧 好不好 現在錢刮弧 A 指的是到A欄裡面 幫我找 所以特別說 In3 找什麼呢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找什麼呢 後面加一個豆點 豆點呢 跟他講說 我要找錢刮弧 然後呢 後刮弧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In3就找完了 可是特別注意 我看 那我找完之後 在VBA裡有個好處 你可以把位置記下來 所以你前面加一個變數 叫A好了 A 等於 找到的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A 就會 幫我 假設了 第一個是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就3 所以 A裡面會是3 那一樣喔 我們 同樣的道理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把這一行呢 再複製 貼到底下 然後你可以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B好了 B是什麼 找後刮弧就好了 B的話呢 找後刮弧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找什麼 找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這個A裡面就放3 那這個後刮弧 B的話就放9 所以呢 如果我有A跟B的話 那接下來我可以怎麼做呢 輸出的話呢 那我可以什麼 用剛剛類似的原理 就一樣 特別說 BBA裡面 它如果要切割字的話 一樣叫MID 名稱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MID MID的話呢 後面 那我就刮弧 它會跟我一樣要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 第一個 Street意思說 你給我你要切割的資料 切割的資料在哪 在A欄 所以你就跟它講說 我的資料放在Sales的 I列的 習慣這樣 把這個拿來改更快 所以拖拉加一個Ctrl鍵 就複製貼上 其實就是Ctrl-V Ctrl-V 有沒有 我的資料呢 在對應的A欄裡面 豆點 那Street意思說 哪個字開始啊 哪個字開始 那A的位置加1就好了 前刮弧位置加1 豆點 Next就幾個字啊 後刮弧在哪 後刮弧位置 B嘛 減掉前刮弧位置 會多一個字 這個公式有沒有 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後刮弧一下 好 所以你會發現喔 In3 等同於 這個剛剛函數的φ md的話 用法一模一樣 但是ifl我們還沒用 那怎麼辦呢 特別說 會有一種情況是什麼 如果當那個 A跟B裡面是空的話 因為找不到前刮弧位置 那它裡面會是0 如果是0的話 假設我現在直線 我先清楚喔 假設我執行這個喔 你會發現喔 它會出現錯誤 什麼樣的錯誤呢 你按真錯 這行錯 哪裡錯呢 md有沒有 這裡面呢 趙大鵬沒有刮弧對不對 所以喔 找到A裡面呢 會是0 0加1 從第一個字 到幾個字啊 你會發現喔 0減掉0 再減掉1 那就負1 負1個字 有這種嗎 當然沒有 所以錯就出在這裡 那怎麼辦呢 接下來跟各位講喔 以後的話喔 蠻重要的部分 你要做邏輯判斷 那當然呢 VBA裡面喔 沒有像那個 Excel裡面有 Effail 但是它有if 如果什麼呢 如果喔 A 假如什麼 特別注意 跟他講說 如果他等於0的話 那不要進到這個邏輯 那相反的 如果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不等於的話 記得是小於 跟一個大於 不等於0的時候 什麼意思呢 因為如果A等於0的話 那表示沒有找到前刮弧位置 那不等於0 表示有前刮弧喔 後面空一個 然後 然後 then做什麼呢 then的話呢 才去做底下的事情 所以喔 這邊的話 你就把它按個tip好了 習慣上呢 會在if後面 加一個endif 結束這個邏輯判斷 好 也就是說呢 如果當A 假如等於0的話 那就不要進來 當他不等於0的話 才需要做底下的事情 所以喔 把它往上移動一下 再讓他判斷一下 那判斷的話呢 我建議各位可以按F8 它會跑下一行 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時候有沒有 因為A現在等於0 所以呢 這個邏輯喔 FALSE FALSE的話意思說 不能夠進到下面的這個敘述 所以呢 跳過 跳過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 這個部分喔 如果喔 沒有前刮弧的部分 那就不會做 提取 刮弧資料的部分 所以喔 底下喔 我把它全部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喔 執行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有刮弧部分的話 它就提取 如果沒有刮弧的話呢 它就跳過 OK 那這樣的話呢 程式就寫完了喔 所以總共呢 這裡面的程式喔 大概喔 就會增加這些程式喔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好 重點喔 大家回顧 一 就是 1 3 指的就是尋找 找找看有沒有前刮弧 把它 找到的位置 放在A 但是如果沒有前刮弧呢 A會是0喔 OK 那所以呢 下面呢 底下我們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喔 那特別注意喔 邏輯判斷喔 在未來喔 你在執行 任何資料處理的時候 會非常重要 等於是說呢 如果你不希望用人工來判斷的話 那你可以寫一個邏輯判斷喔 試一下這部分喔 那如果剛剛的程式喔 假如說 你一下子記不太起來的話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頁喔